金光金的并購掀起了台灣金融史上 最金星凍破霹靂火的一個星期 接下來我要用這張表格告訴你 我們見證了什麼樣歷史性的一刻 大家都說昨天晚上 星星並不是已經換骨把比例都出來了 看起來板上丁丁的嗎 要不然呢 暗流湧動 為什麼 兩個關鍵人 一個是下午正在進行的中信金的估重量 另外一個是吳家老大吳東進 我用這張表格說給你聽 時間從五月來說起 你知道嗎 五月的時候 吳東進就帶著他大女兒吳新穎 早上估重量要談中心病 五月喔 結果所有的事情 雙方各自鴨子滑水 真正精彩的是這個禮拜開始 8月19號 新聞你也看到了 台新金跟星光金去金管會報告要啟動 星星病合一併購 這件事情本來極為低調 但是 但是 同一個之間 有人去跟中信金通風報信 兩家金控已經去找銀行局了 如果你對星光金還有併購的打算 動作要快 這下果然還真快 才隔天 中信金緊急宣布臨時記者會說 我們要逐步公開購買星光金的股票 你就看到 你一拳 我一拳 這下哇 中信金速度這麼快 可逼急了台新金的吳東亮 到底誰把這個消息 Pass給中信金 讓他這麼迅猛 才逼出了昨天晚上 觀眾朋友你可以看到 本來併購都沒有要不要緊 拖拖拖拖拖 結果昨天一個拍板 漏夜擺出了0.6股 換一股 大家想說 阿丹好歇 這個時候星星病板上丁丁了嗎 要不要咧 觀眾朋友 因為在裡面雜音最多的是吳東進派 你看他女兒也在董事會的吳新如等三個人 他們是反對合併 接下來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今天正在進行的是中信金好啊 我就等著你交換股份的這個 0.6股換一股出來之後 他們現在錄影的此刻 會真 他們正在開臨時董事會考慮 我們要怎麼加碼市場收購 買買買 買到超過51% 我就實質掌控星光金 你來告訴我們 就在剛剛中國信通 今天太精彩了 中信多發布重訊 他們做了鄭重的成績 說我們買買買 我們並沒有像經濟日報說的 第一階段公開收購30% 他成績了這件事 可是他沒有否認 要以14塊以上去購買 他沒有否認 他要快馬加編的去買 買到51% 是 俊相出大事了 這一次真的是金融業的版圖 出了大事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吳東亮他是抬心金的 那他當然會認為說 我現在竟然已經進入到的 這個星光金的股東會 為了我們整個我們左手右手都是吳家 為了我們的吳家好 為了我們整個版圖事業發展好 那當然把這個台新金跟星光金 併在一起 這叫強強聯手 鞏固我們吳家在新榮業的一個版圖 聽起來很讚 所以他們就說我們這樣子一股新光金 要換0.6股的台新金 而且他說我們這是合議併購金融史上第一招 為什麼是合議併購 因為我們現在公司派 也是我們吳東亮自己人 然後大哥吳東已經讓請出去了 所以就變成所謂的合議併購 所以就說我們現在公布 應該要有這個東西 而且如果這樣按照下去的話 10月9號要召開股東臨時會 如果這個案子真的成人的話 史上第一個合議併購的新興病 就拍板定案 覺得這樣他透懂 生米就煮成熟飯了 那樣沒得了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暗流湧動 別的不講你直接來看 昨天吳東亮自己的說法 你仔細給他琢磨下去 他也沒什麼太多把握 是 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太多把握 我們剛剛講了 其實本來這個新光金 向來是大哥在看事的 發呆事 大哥在看頭的 結果你這個Sandy跟大股東洪佳 把他給請出去之後 他心裡不爽 不開心 所以竟然是由這個大哥自己 他們這一派也就吳東靖派 首先不太開心 那再加上你剛剛有分析到的 五月的時候傳出 他們竟然就是吳東靖 好像有帶著他的女兒吳欣怡 去拜訪了忠信孤家 所以人家就講到說 這個吳東靖雖然被你請出去 他手上持股也是好幾% 也是大股東 沒有吳東靖的首肯之下 你這個新興病病得成嗎 所以才會有昨天 這個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台新金的總經理林維俊 對於這個好像傳出中信金 也有意出高架 要來搶親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真的佩服他高公圍 他說什麼 這個中信金要病 這個星光金 那個是遠邊的太陽 什麼意思 看起來很漂亮 但非常的遙遠 但是我們台新金變星光金 是桌上的牛排 什麼意思 你要吃很豬息 現在就要吃 所以他的意思就講得很清楚 這個星光金 中信金變星光金 是一個看起來是個消息面 但實際面不太能弱實 為什麼我要一直一直一直強調 昨天的換股記者會 漏夜都要拼出來給你看 你以為板上釘釘 不要這麼快下結論 為什麼 今天慧珍帶我們來琢磨 我們幫大家畫起來 螢光筆的部分是重點中的重點 這一封是什麼 這個是星光金的內部的一封信 這封信的兩個重點在這裡 透露了什麼訊息 對 這個就是魏寶生 也就是現在星光金的董事長 他所發出一個公司信 他意思是什麼 他說我們選擇台新金 作為合併的對象 絕對是內部經過 整個思考跟專業評估 最主要一件事情是 我們不管是在經營績效 資產文化還有企業維發方面 我們都是相輔相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合作對象的選擇上 應該要考量他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利益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不要短時間看 好像現在併購價格很高 其實就是這一句話 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提到嗎 星光金他們這一次的星星幣 所以是100%的一個換股的併購案 但是他每股是用11塊多 11.3億的左右來吃下那個星光金 人家現在中信金要搶親 你哪想要搶親的星光之下 一定是要價格比較高 所以現在傳出中信金 需要每股14塊 14塊 你11塊 中信金14塊 所以我到底要價那個聘金高的 還是價那個感情深的 金融市場是錢打錢的 誰跟你談感情啊 所以人家就會講到說 現在人家一邊是現金 一邊是感情 情語 不要說意啦 情語現金誰比較高 那問題是這樣子 如果是以小股東的話 小股東也許會覺得說 人家現在感覺上現金 每股14元看起來很高對不對 但是現在其實他講的也有道理 他講到說你這個不是 你還要買到其實關卡也很多 中信金就算拿出很大金額要搶親 他起碼要面臨幾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 時間壓力 什麼叫時間壓力呢 因為現在的臨時 就新興病的臨時股東會是10月9號 那你呢必須在前30天之內 就停止過戶 所以簡單來講 從現在他宣布要買 就是中信金 要開始在公開市場上 砸籤砸籤砸籤 趕快去吃一下 這個相關的那個星光金的股權 他也只剩下大概一兩個禮拜 不超過17天 而且這很可怕 你買不是買個5%都給他吸了 你知道買多少 他說要買到30%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買到51% 回過頭來 新興病昨天立刻交出了0.6股 換一股肉液 你來看看 昨天一字排開 感覺上 非常沒有懸念 但我告訴你 變數可大了 為什麼 缺席的人才是關鍵 對 他以缺席的方式告訴你 say no 而且我跟你講事實上我們剛剛都講到 主要是誰 其實這整件事情就是兄弟細強 也就是吳東進 他們這一個派系的 其實在整個董事會15期裡面 他們佔了也有大概4期到5期左右 但是這一次的整個15期裡面 你會發現公司派的是全部都同意 這個所謂的吳東進派的 三人投下反對票 一人棄權 所以如果說他這個已經表的意思是非常明顯 我對這個案子 我吳東進 我手上的這個至少好幾趴的這個骨圈 我如果不支持你的話 我把它轉向弄給了中信金 這個案子事上 這個3D刺不刺下的我的星光金 還是有點異議的 反對的理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今天帶我們來講講看 是不是本姑娘的聘金 怎麼可能只有這一些 我不像花轎啦 我跟你講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我現在既然是 吳東進現在是星光金的大骨刀 我這個假設是1萬張2萬張3萬張 每一張給我少個3塊錢 1萬張那是少了多少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一定要就把價錢彈高 當然是希望透過有人競爭的情況之下 看能不能把我手上的這個股權 賣得越高價越好 這也是主要原因 所以現在他們就相關人講 包括剛剛提到的反對的董事 像董事李貞昌 他就說這個實際跟價格不對 主要還是價格不對 他說你這個市價 沒有考慮到公司的淨值 他們說我們公司淨值都已經超過12塊了 你怎麼給我的市價 併購市價只有11塊 這個吳東進的二女兒 吳心如就說沒有誠意 是 俊相 什麼東西可以展現誠意 對嘛 你用錢砸我我就覺得很有誠意 你就沒有嘛 而且搞不好我還覺得 你出了那個價錢 侮辱性極強 好 我就問你 我們都在琢磨缺席的吳東進派的幾個董事代表 昨天以缺席代表抗議 他們不贊成這一起新興病 如果最後回到了市場公開收購的中信金 買買買的過程 其實並不容易 可是吳東進會扮演怎麼樣的關鍵角色 是 我們可以從之前 也就是富邦病日盛的這個原則 事實上就是這種所謂的非合一的一個併購外 最重要一件是什麼 就是大股東要同意 你看當時的日盛相關的併購 其實包括遠雄 還有包括富邦 他們多人 還有寶疆 每一個人都是錢都是很多的 大家都在搶親 後來為什麼成功的讓富邦吃相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就是用了大概每股13元 最重要是他跑到日本去找最大的股東 也就是日盛最大的股東 持有35%的日本的心聲一樣 去跟他遊說 然後告訴他說 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絕對是長期的 包括各個方面什麼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富邦其實在民營銀行之手中 多達179家 如果我們跟你日盛合併之後 我們整個富邦證券的一個市債率 變了9.13% 你在這個部分 你整個全台灣的一個市債率 也是對你們有好處 所以你是大股東 當然也是希望公司 我們是強強聯手 強強合併 你哪有說不的理由 所以也是因為誠意感動 到最後日本新生銀行不反對 而且就是主義富邦吃相 然後後來金管會當然也就是同意 所以搞定大股東 搞定一切 大股東是誰 就是吳東進 是 但是在這個案子 比較不尋常的一件事情是 你會發現 一開始在五六月 四五月的時候 當時就有傳出新光金想 台新金跟新光金要併購案的時候 當時就有人講說中信金有意思 然後那時候中信金我印象很深 中信金他出了一個重訓 他說目前沒有這個評估計劃 他想說怎麼幾個月前還說沒有 幾個月之後就有 原來原來有人去補買 去跟中信金講說 你到底對我們新光金有沒有興趣 你如果對我們新光金有興趣的話 你動作要快 為什麼動作要快 因為台新金要吃掉新光金 已經是建在全上8月19號的時候 已經有沒有那個水稻取成 你如果要破壞這門婚事 只剩最後的時間 如果說中信金真的要吃一下新光金的話 他要把目前的一個公司派給擊退 其實那個難度非常高 但是吳東進跟中信金的一個合作 有一個狀況 是可以把這個價錢 也就是台新金現在的收購價錢 中11.31塊抬高 抬高 展現誠意 Show me the money 所以也許吳東進的目的是說 我可以把我現在價錢抬高 抬到12塊 抬到13塊都可以 那對中信金來講 他當然不會只是配合你這件事情 不要忘記 新光金在目前為止 北市科有一個很大 全台北市最大的一個處女地 也就是北市科這個T17 T18的案子 現在在哪裡 在新光金的手裡 所以換句話說 吳東進如果告訴中信金說 全台北市最後的處女地 最快處女地 在新光金這邊 那你其實如果你有誠意 你真的收購一些 你真的搞不好 你收購到過半數的話 你吃下來的話 你新光金不僅是剛剛四大版圖 其實穩坐第一 穩坐第三 最重要的件事情 這個開發案其實利益無窮 好 旺哲 是 估重量 中信估家 他們要搶當金控龍頭 非拿下新光金不可 他有勢在必行的壓力 可是回頭你來看 這不會是有無辜大戰 現在的金控龍頭 國泰蔡家怎麼肯 哇 你不是把我給洗出去了嗎 所以 最後你來看到 無辜大戰其實是無辜菜 整個霹靂火 到底這一戰會 戰到什麼樣地老天荒 因為這一戰 坦白講 就變成所有台灣的 金控的排名大洗牌 如果真的讓中信金併購的話 哇 那整個排名都會產生變動 那現在大家看 這個台新金跟新光金 到底會不會併購成功 現在中信金的角色非常關鍵 大家都說他是來搶金的 但是現在金管會大家想問說 金管會的態度是如何 可是看起來金管會態度是蠻曖昧的 他說不一定聘金高的人 就一定會幸福 哇 這句話是不是 中信金看起來好像也不見得是有機會 是 你比較支持新興病 是 看起來好像有這種味道所在 是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金管會的主委現在是誰 這個彭金龍過去他曾經任職台售的獨董 中信產的獨董 這個都跟中國新多金控是有關的一些產業 所以他過去曾經在這些當過獨董 那現在是金管會主委 會不會到最後的關頭 他決定要推中信金益吧 現在大家都很在看這個關鍵 可是金管會有發出聲明 他說他們絕對會利益迴避 這個他們確保利益迴避 但大家不要忘記台信金有誰當獨董 王美花嘛 王美花在台信金當獨董 所以這個變政商關係先拼先 是 就是比你的八股到底誰比較硬 現在是感覺上是有這個氛圍所在 但我們剛剛談到中信金就不得不提誰 谷仲亮 是 谷仲亮過去是媒體寵兒 他今年60歲了 大家想20年前 他當年剛出來的時候 帥氣挺拔 高富帥全都在他身上 當時走到哪裡 媒體就跟在哪裡 谷仲亮是相當疼愛這個郭仲亮 而且是非常希望能夠栽培他的 因為郭仲亮在十幾歲的時候 郭仲亮就把他拉到身邊 去什麼大小場合基本上都會帶著他 那有個場合絕對不能錯過 就是什麼 打高爾夫球的場合 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他絕對帶著郭仲亮一起去 為什麼 你可以認識所有金融界 或是政商界的一些哥哥 伯伯 叔叔伯伯 或是阿姨等等 你通通都認識 所以你就知道 當時因為打高爾夫球還認識誰 認識的李前總統 他還認李前總統當作乾爹 你就知道制衡關係是非常深厚 但是問題是 當時因為郭仲亮 因為跟扁政府的關係比較要好 那當時因為捲入了紅火案 還有扁家的洗錢 讓他有些生意 甚至還自由在海外 可是當時就傳出說 孤連松其實他是非常擔心的 他說他每天都提心吊膽 希望能夠把這些案子 能夠好好解決 甚至還把他多年的 這個會計師朋友叫來家裡 晚上半夜打電話 把那會計師朋友打來家裡說 老淚綜橫的跟他說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我這個兒子 要好好的教他 好好的這個怎麼樣栽培他 因為他可能知道他未來可能 年紀比較大 能夠陪伴兒子時間不多 他趕快打電話 叫那個會計師朋友 你要好好地這個教導孤重量 你就知道他是怎麼樣手把手 希望能夠把孤重量栽培成人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就是說政商關係的經營 對於中信經的孤家來講 這是必要的一門客 是 怎麼經營到後來讓自己飛而鋪火了呢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孤家在台灣已經四代了 百年基業 他其實坦白 大家會看說 你是為什麼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 其實沒有 他是跟當權者 誰執政就跟誰走得比較近 那這個坦白講 翻成現在話叫什麼 叫政治正確 你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都跟國民黨走很近 那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當然也要跟民進黨走得近 所以你看出來 2000年之後 他就跟匾家走得很近了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孤家能夠在台灣 立即四代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他的俗工 孤政府就說 政治你不能沒有 但政治是用來保護的 但你也別想用政治來賺錢 因為政治賺錢是非常 風險非常大 所以他們家感覺就有這種 家訓所在 也造成現在孤重量 非常在金融界有一方霸主的地位 政治人脈養成術 別的不敢講 說到了中信金 那是分外分外的耐人尋味 他們在南港的中信金的 南軟那個總部 有一個神秘的26樓 那是怎麼回事 我每次搭捷運搭到文湖縣的時候 都會經過這個中信園區 非常大間 大家看起來氣勢非常好 現在大家都說 中信金這個園區 是不是成為退休高官的俱樂部 為什麼 我們知道其實中信金很多的一些顧問 這個榮譽顧問 高級顧問 都是沿用一些退休的這些警戒人士 或者說退休的這些高幹或是官員 他們全部研覽裡面當顧問 甚至很多情治單位的人員 也出任當顧問 甚至董事長 我們知道非常有名就是中信 娛樂的董作 現在是誰你知道嗎 是前警政署長陳國恩 是 花香等於是當中信的娛樂公司的董作 你就知道他延覽這些情治單位 警戒人士 甚至政府高層是毫不捨軟的 那其中包括他26樓這一層 哇 大家說26樓是什麼 它不是 它是顧問樓 也變成要犧牲是退府會 這一層叫做顧問樓 因為這一層 基本上一排都是顧問 然後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這些 政府官員退下 所以大家犧牲說 這一層也叫做退府會 高官退府會 包括誰 包括之前我們這個海基會的董事長 江秉昆 他也在裡面 那包括前出路代表馮濟台 他也在這個26樓有個辦公室 所以大家說 這個中信園區的26樓是顧問樓退府會 其實有這樣逆聲過來 但是不要忘了 這個背後突顯什麼 突顯孤家其實非常注重政商的關係 好 我們跟你講說 這為什麼一個星光金的併購會撩起了 無辜大戰還沒完 比口袋深 比政商關係 不要忘了 如果你搶到了金控老大 你直接威脅的就是大哥 現在的一哥國泰金 二哥富邦金 兩個蔡家 怎麼可能賤容你中信金的逆襲呢 我們來看這張圖表就非常明顯 現在排名第一名 全台灣最大規模的金融業是誰 就是國泰 國泰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富邦 中信在第三名 所以你看 現在如果這個中信金 如果能夠併購星光金的話 它等於可以跳到第一名去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話 對國泰金 對富邦金會產生威脅 過多或少原因都會 所以像如果是這個台新金 併購了星光金的話 台新金也衝到第四名 所以你知道這個併購 它背後欠扯是台灣的金融 這個規模的大洗牌 它牽動非常深 所以那如果換句話講 這個國泰金跟富邦金 會不會希望這個中信金 能夠併購星光金 我當然擋 對 我不擋 我就被超車了 對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 這方的角力所在 那這不得不談 我們先從富邦金來談起 因為富邦金其實過去也有併購誰 台北銀行 所以現在變成台北富邦銀行 那他們董事長蔡明忠 其實我跟你講金融業都是這樣子 藍綠基本上關係都會好 你沒有說我跟藍的好還是跟綠的好 都沒有 其實藍綠關係都特別好 尤其蔡明忠 他的父親蔡萬財 過去是跟陳水扁 其實真的不錯 陳水扁 陳總統 他還被聘為是總統府執政 等於是他父親已經幫他拿到一個 政治關係的車票 讓蔡明忠直接就可以上車 這個關係大家可以看得顯而易見 那你說難道富邦真的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嗎 當然沒有 他跟藍營關係也是不錯 他曾經做什麼 曾經在2000年那時候 連戰要出來選總統的時候 蔡明忠是領友會的發起人 甚至還當過連戰競選總部的副主委 你就知道他們關係也是蠻深的 那問題剛剛最明顯的是什麼 你看富邦的logo什麼 一個藍一個綠 而且兩邊都不得罪 他兩邊都有 兩邊都不得罪 那還有一個關係也蠻有趣的 他跟蔡總統 蔡前總統的關係也是非常深 他們是什麼 台大政治系的同學 台大法律系的同學 台大法律系的同學 當時班上 唯二兩個有車的是誰 一個就是蔡明忠 一個就是蔡英文 那他們過去還在活動上有遇到說 還彼此笑一下說 當時誰那個功課比較認真 誰比較好學 當時蔡英文還說老師常常叫蔡英文去開車去找 這個蔡明忠 因為蔡明忠常常沒來上課 當時有這段的趣吻出現 你就知道他們關係其實真的蠻好的 這個你剛剛聽到這個地方是 富邦蔡家的政治實力 那更不要講金控的一哥國泰蔡家 穩在那個地方 豈容你中信金給我彎道超車呢 是啊 我們知道國泰他藍綠其實也真的很好 那再來他除了藍綠之外還有什麼 他跟大陸的關係也特別好 因為你知道這個國泰人壽 他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他是搶貪上海成功 首家的這個中國子公司的保險議員就是國泰人壽 所以你知道他跟中國大陸關係也是非常好 那這個蔡宏圖也就是這個蔡萬寧的次子 他跟陳水扁前總統的關係 那當然不用講他們也是同學 台大法律系的同學 只是說他們當時在當同學的時候 其實沒有深交太多 但是後來因為陳水扁當選市長之後 他們知道他彼此有這樣的關係 然後彼此可能也沒有 大學時期沒有特別好 但是到了彼此在從政 從商的時候 開始把這個橋樑牽起來 有點倒吃甘蔗的感覺 那陳水扁我們知道他過去當市長的時候 辦過許多活動 台北燈會啊 甚至還辦過Superman 有沒有 Michael Jackson 聽說那些都是這個蔡宏圖贊助的 通通都是蔡宏圖贊助 也讓陳水扁就甘心了 哇 我老同學 對 在我辦活動的時候 每一場活動都來贊助我 所以當時這個國泰釋華 國泰要爭取跟釋華銀行合併的時候 傳出陳水扁 扁政府就在後面協助一點 多幫蔡宏圖一點 所以也造成這個合併案 能夠成功的原因 再來我們剛剛說 不會只有跟綠的關係 跟藍的也很好 因為蔡宏圖其實跟我們的連戰 也是關係非常好 連戰是蔡宏圖師大附中的學長 你就知道有這一層關係 那不只是學長而已 其實是友誼更深的 蔡宏圖在出任第一任 第一屆的受選同業理事長的時候 當時誰來了 連戰來了 蕭萬長也來了 當時連戰是副總統 你就知道副總統 如果來參加你的這個活動的話 你的戀子有多大 所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好 甚至連戰在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蔡宏圖還穿上他的競選背心 穿上競選背心代表什麼意思 我就替你背書了 所以這關係是非常好 所以你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金控大戰背後牽扯到的是 背後大家複雜的這個政商關係 誰有最硬的八股 誰就有可能在最後出現 我們正歷經了台灣金融史上 最霹雳火的一個星期 你不要以為昨天晚上 心心病他們0.68股 配一股出來之後板上釘釘 那可不一定 為什麼 中信金的估重量是關鍵中的關鍵 為什麼 五月份你看到了吳東進帶著他女兒 吳興營已經去找他談中心病 後來甚至台信金星光去跟金管會報告的時候 也有人去跟中信金通風報信 比較快的 你要買 腳手要快 所以你就進入了深水區 8月19 8月20 你出一招我就出一招 8月22跟今天 你出一招我也出一招 互咬互相追逐 你來告訴我們 心心病已經把換股比例端上台面之後 接下來要開零時股東會 會怎麼走 對沒錯 事實上現在為止來說話 星光金入死誰走 其實好戲還在後頭 可能隨時都有新的變化 為什麼這樣講呢 昨天晚上他們已經通過這個 合併的比例嘛 是0.6022股的這個 一股的這個 0.6022股的這個台信金換一股的這個 星光金 是 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等於是說呢 目前為止用11.32元的這個價格去收購 比21號的收盤價來說 折價9%嘛 那我們看到股價來說的話 今天勉強也收了一個平盤的這個 星光金收了一個平盤的這個價位嘛 大家可能在期待的這個中信金的這個 接下來的出價嘛 可能搞不好會出比12.45更貴 所以今天才能拉到平盤嘛 否則今天早盤來說 其實是一直在平盤下面震盪 好 那目前為止來說 對這個 這個所謂無東量來說的話 他要趕快在10月9號要召開 臨時股東會 股東臨時會 然後通過這個合併案 如果通過合併案來說的話 接下來只要讓金管會 還有公平會通過之後 他就可以合併了 好 不過目前為止來說 重點是在於中信金的態度 中信金目前為止來說 他到底會出什麼價 這個非常重要 好 那其實原本人家就說了 這個好像是無東量已經是 這個盜嘴的這個肥肉 怎麼好像目前為止 有一點出現變數呢 我覺得現在重點要觀察誰 要觀察吳東進他的下一步 為什麼呢 其實為什麼一開始 會有這個中信金進來 早就是應該是 吳東量要併視正確的一件事 不過人家就說 其實最早最早來說的話 吳東量 吳東進曾經有找吳欣盈 去見了這個估重量 那昨天吳東量也說 其實我們不是主動發起者 最早說他合併的也是吳東進 所以 顯接吳東進是這個整個 game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玩家 好 那我們就講 以昨天的這個星光金的重訊 裡面就說 在昨天的投票的過程裡面來說 有11票贊成 然後有3票反對 還有1票棄權 那反對票是誰呢 反對票其實就是吳東進 他所掌握的相關的董監人士嘛 所以也就是說 特別是吳欣如 吳欣如是吳東進的另外的女兒 她目前會只在董事會裡面 他就說此案沒有誠意還有誠信的這個合併案 所以他們就說不要合併了 就是他投下這個反對票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呢 8月20號的時候就有人去通風報信嘛 就說兩家金控去找這個銀行局嘛 就有人告訴估重量嘛 那尤其人家就說 吳東進目前為止也有可能是徵求委託書 然後在臨時股東會會反對合併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我如果跟估重量 中信金的估重量來個理應外合的話 你台信金的吳東量 你不一定吃了蹭頭鐵了心哦 對 沒錯 我就跟他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吳東進會怎麼做呢 他可能會繼續徵求委託書的一個方式 然後委託書的方式 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去年的董監改選裡面 兩邊其實是非常接近哦 就是吳東進未必沒辦法扳倒吳東 這是他的盤算 好 第二個是 目前為止外面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估重量他們在買 他們買的話 現在目前為止傳出他的價格 價格來說如果夠好的話 夠漂亮的話 他們第一個階段要買30% 然後第二階段要買51% 然後來買了 因為他們如果提出這個價格 然後金管會15天裡面來說 如果沒有駁回的話就是核准 就生效 但是生效的時候 他必須要在 股東會的前30天 在9月10號的時候要完成收購 所以他其實時間很緊 不過問題在哪裡 問題這個我覺得重點兩個 第一個他的價格好不好 如果他開的價格非常好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很多散戶會賣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現在會傳出14塊 居然你知道嗎 因為14塊 他上次看到14塊 星光晉是在2011年的時候看到14塊 也就是說 從2011年你只有買的所有的股東 他都是套牢 我讓你解套 那你要賣給我 賣 你有可能會賣給我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在吳東進的股票 吳東進目前為止 他大概約沒有14到15%的股份 如果他願意賣出去的話 居然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估重量可能他就會略佔上風 所以我才說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在 簡潔的看 兩邊怎麼去出招的一個狀況 好那為什麼大家一定要買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星光晉 因為很簡單 目前為止我們台灣的五大金控裡面來說的話 以資產規模國泰第一 富邦第二 中性第三 那星光晉在後面 所以我只要吃下星光晉之後 哇我可以跳升到第一大 那昨天這個台新晉跟星光晉說 他們合併之後可以併列第四大 所以顯見 兩個都有非常想要買下來這個企圖心 那尤其是對於這個孤中良來說 孤中良原本他就很想 因為以中性金來說 他最缺就是人壽 他原本是想要買什麼 南山人壽 結果後來 南山人壽這個案子來說的話 當時有非常多因素 就沒辦法成形 結果沒想到 我在家裡面等著等著 吳東進居然找上門 找上門來跟我講 我的公司也可以來合併 那就像我問你 如果是你是估重量 你會怎麼做 當然趁機把他買下來 我夢寐以求 南山買不到 那我來買這個星光也是很好啊 那尤其是目前為止來說 其實估重量想得非常簡單 我只要出價比台新晉更好的時候 我只要把這些小股東買過來 那我是不是就有可能成功 所以我才說嘛 目前為止的重點是在 估重量怎麼去出價的一個狀況 現在你看到 對於星光晉來講 到底股東他們要把手上的股票 給感情深的 對 還是給聘金高的 對 可是對於傅公子 我們看到這個 估重量來講 對 他有非贏不可的理由 過去病了兩次 兩次都失敗告終 對沒錯 所以我們對估重量來說 他這一次是背水一戰 為什麼背水一戰 簡單來講的話 因為他現在已經重回到 中信金的董事會了嘛 那回到董事會來說 其實像過去一段時間 他也覺得說 我該不會回董事會 他也是一直覺得三星而已 尤其是因為紅火漢的問題來說 他真的浮上檯面的話 金管會怎麼想 然後這個社會觀感會怎麼想 那但是問題是 他一直在幕後大股東的時候 金管會就說 你根本就是可以介入 他們的這個公司的營運嘛 你召開了19個月 召開了60場的這個會議嘛 干擾經營嘛 罰了4千萬嘛 然後董事長也被停止6個月嘛 然後也被禁止申請轉投資嘛 所以乾脆他想 好 那我就浮上檯面好了 那既然就像我問你 浮上檯面之後 你回到東信心的董事會之後 你要怎麼樣做出跟過去 讓人家覺得不一樣的 當然就是把一個收購案搞定 我如果能夠成為是 全台灣第一大金控的時候 是不是很重要 是 那尤其是過去一段時間 在他在這個私底 他當時還沒浮上檯面的時候 這張在中信心在過去 這個約末五六年的時候 有曾經有兩場 非常重要的併購案嘛 一個是想要收購南山人壽嘛 另外第二個是說 他當時在2020年的8月的時候 有傳出說 他要跟浦峰集團 浦峰政大 這個泰國的浦峰政大集團 跟中信金要合併日聖金嘛 當時也是 假設當時吃下日聖金來說的話 他今天也是一個 數一數二的大金控啊 但是問題是好 當時南山人壽失敗之後 結果沒想要收購這個價格 這個日聖金這個問題來說的話 最後去向人家的結果 也是失敗 為什麼 好 簡單來說 他不缺錢啊 對 簡單來說 我跟他講 對中信金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南山人壽收購會失敗 為什麼這個所謂日聖金收購會失敗 卡在一個政治因素 為什麼卡在一個政治因素 因為中信金的這個估重量 第一個 過去你有紅火案的這個問題 在紅火案的問題 你在這個小英總統的時代裡面來說 你很難走得看 因為為什麼 小英總統他對阿扁 他都切得非常乾淨 所以他等於是 這個尤其是南山人壽這個問題 又牽扯到中資 是 這個浦峰政大集團也是牽扯到中資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浦峰政大集團 甚至是日聖金 當時也傳言說 他股份裡面有非常多外資 所以這個部分 金管會都不會同意 那因為當時被金管會否決 那否決之後 就像你知道怎麼樣嗎 結果沒想到 我併購不成之後 富邦金居然就跳出來 富邦金就跳出來就說 那我要對他這個日聖金 進行一個收購 收購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在2021年的9月16號 雙方董事會通過合併案之後 合併了日聖金之後 富邦金就分行數179家 居民銀行之首 然後富邦金的 富邦證券的市佔率也超越凱基證券 然後僅是元大證券 所以等於是 當時的中信金並不了日聖金 但是被富邦金搶清之後 富邦金就一取 一取變成是國內第二大金控 所以當時他的雙重失敗 等於是我吃不了日聖金 被人家吃走 結果沒想到別人超越我 那這一次呢 這次他當然面臨一模一樣的局面 就像我問你 假設今天的台信金 真的吃下來這個星光星之後 未來的台信星光也可能會超越我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一定要吃下這個 這個星光星不可 所以我才說 無論從整個這個 這個金控業的版圖 或是過去的那個併購歷史來說的話 郭忠亮這次回到董事會 他勢必得證明說 他真的能夠有 在董事會 這個立足的這個地步 好 還沒有完了 後面的更精彩 慧晨進一步來告訴我們 他的另外一場併購失敗的是南山人獸 他跟尹燕良之間 如何上演君子報仇 何止三年不完 十一年 十二年 我都要有仇必報啊 其實還是那一句話 那一句話呢 就是我17年受付 我現在捆龍所解脫了 我回來了 有恩報恩 有仇報仇 為什麼這樣講 中興經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的孤大哨 因為身陷了一個相關的弊案 所以過去這十幾年 中興經很多人會想說 我趁你病 要你命 很多人就是要病他 誰 其中最主要是誰 就是南山人獸 尹燕良 尹燕良很狠 你知道嗎 尹燕良想要吃中興經 出手三次 那個意思是什麼 我就是看你現在體質虛 我知道你現在身陷官司當中 所以我怎麼可以不趁這個時候 趁勝追求 所以那在2011年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那時候股權買買買 買到4.89% 竟然買藥居第一大股東 天啊 中興是我們孤家 中興等於孤家 結果沒有想到南山人獸 竟然吃到我們中興經的股票 變成第一大把我們孤家排在後面 這代表著你感覺上 真的是要我的命來著 後來那一次是因為金管會修法 受險業不去投票權 然後那時候呢 燕燕良是透過南山人獸 來吃的 所以那一次讓中興經脫逃了 鬆一口氣啊 鬆一口氣 後來到2016年 燕燕良又來了 而且這一次真的過分 怎麼過分呢 燕燕良竟然就是跟趙豐金的菜友才 還有寶家 他的那個大少 開始成立了一個叫建基公司 買下7%股權 我們都知道這個案子 當時後來也變成了一個弊案 什麼弊案呢 因為後來人家發現趙豐金 竟然是讓南山人獸 就是讓這個建基公司 違法併告 超額貸款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那個孤仲良心裡想說 你要併我家併到你 真的不法去搬營庫啊 所以這個時候 那時候其實真的還蠻危險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孤家傳出請出李登輝 把這整件事情瞧瞧 就是說你這樣不對吧 你這樣子好嗎 所以一而再而三的 你要來吃掉中興經 這是事可忍 孰不可忍 這樣結束了 還沒啊 我跟你講兩年之後 所以由此可見 尹也良多麼想要吃掉中興經 2018年 以南山人獸大股東的身份 再度發出一個訊號 這個中興經啊 其實呢 我真的是百看不厭 然後人家市長說 哎呦 你是不是又要併購 他竟然說什麼 尹也良竟然說 哎呦 什麼都有可能 那你這句話 不是就代表著 又想要併購人家嗎 但是因為他每一次 都是敵意併購 所以後來金管會當然就是 也是不同意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一句話說 君子報仇 三年不晚 我可以等三年 我等十一年都等 最後看到了 孤重量如何逆襲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真的 換你南山人色 落歲了吧 2022年 他竟然因為我們都知道 整個那時候保險 一都一累累 所以他竟然是郵政轉付 在那個時間點 中興經就說 哈哈 有恩報恩 有仇報仇 你三次狙擊我 差點讓我沒命 換我 現在來 所以那時候 就已經有傳出 中興經也是用第一架 要買回南山人獸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從上次講的 建基事件之後 其實銀眼良有傳出 他們自己內部 有一些狀況的問題 還有呢 南山人獸 他本來要交棒給他兒子 他兒子又有一些 事隔性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 南山人獸風雨飄搖 所以 郭忠亮 點滴在心 自然在這個時間點 也不會放過你 不想移動 好 還是 我受不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